香港電台 鶴海書樓合辦 鶴海官啦 陳知誠 陳耀南聯合主持 陳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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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輯的《學海觀欄》之中 我們提到當時齊宣王問孟子一個很特別的問題 有人提議我把明堂拆毀了他 他自己還沒決定究竟應該拆毀 或是不應該拆毀 孟子就跟他說認為是不應該拆毀 他提出不應該拆毀的道理 認為明堂是一個象徵 象徵是皇者之堂 即是如果你想行皇政的話 應該是維持這個象徵 齊宣王提到一點很特別的 究竟所謂皇政的實質內容是怎樣 孟子就沒有把整個皇政應該怎樣做的說法 是將他講出來 不過最基本的皇政的基本 在這裏他也提到 主要是所謂法政私人 而法政私人 由天下之窮民而誤告者 這個窮字不是等於沒有錢的意思 而是在生活上 是不如意或是有遺憾的 當時孟子所舉出的 最主要的是四方面 當然這四方面也不是及於全部 但起碼是最顯淺 最容易見到在人生之中 覺得不得如意 不得圓足 其中如老而無妻 所謂是關 老而無夫 是寡 老而無子 是獨 幼而無父 是孤 所謂是關、寡、孤、獨 這四方面 都可以說是我們生活中 是覺得不得圓滿 覺得有不如意的地方 一個領袖 當他施行對民眾各方面的措施時 如果首先考慮到這一點的話 按照孟子的意見 認為這是人政的基礎 所以說到齊孫王也認為 你說得真是好 這番話 是善災言乎 孟子就循著齊孫王 善災言乎 繼續 恩勢利道 提出他自己的要求 既然你認為好 既然善之 則何為不幸 你為甚麼不去實行 這個也可以見得孟子 只要人家所謂贊成一種行人證 這種趨向 他就相當心急 所以他馬上提出這句話 既然你都說好 為甚麼你不實行 因為齊孫王也覺得自己本身有毛病 足以影響到他不能夠妥善行人證 他當時說的說話就是 所謂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孟子又怎樣對答呢 我們請耀南興 將孟子的意見 讓我們了解得更加清楚 不過剛才智成兄提起關寡孤獨的問題 忽然聯想起禮運大童篇 禮記的禮運大童 這是漢初緝成的禮學論文 代表很多知名或不知名愚者的社會 政治、道德倫理的論文 那個大童篇有很好的意思 代表一種中國古代高尚的政治理想 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功那段 選員已能講信修無故人 不讀親其親、不讀子其子 師路有所忠、藏有所用、右有所掌 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個確是跟孟子道可以參與互相發揮 這個禮運大童篇 以前中國政府捐獻聯合國做一個禮物 文書不救以前 有些富解分子 過激的 認為裡面有男有分 女有龜 就認為好像輕是女性 幾乎想整個石都拆掉 這些有時就是 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總不能夠 例如說英文裡面 代表人類都是用男 不是用女或女 難道所有的字都改了嗎 這些是有時不必的 順便想起 我們記得在梁慧王下篇 第三節 齊孫王已經用過 所謂寡人好勇這個毛病 來答覆孟子 孟子能夠恩勢利道 由匹夫之勇 一人之勇 擴大成為一路而安天下之文 這個勇 喜怒哀樂都是一種情感 現在這一節 齊孫王用到慾望方面 來答覆孟子 你記得 我們說過 中外的哲人 都有共同的主張 認為我們 是需要用理智 去支配情感 用理智去控制慾望 達到一個 比較合理的人生 又忽然醒氣 好像古代希臘哲人 拍在圖裡用一個比喻 人性的整體 好像一個馬車 駕車的人 好像代表理智 拉馬車有兩隻馬 一隻白馬 就是黑馬 一隻白馬 比較順 但也需要時時控制著他 這就代表情感 黑馬的野性很厲害 但力量也很大 如果稍不小心 就可能連白馬 連整個馬車 都會拉到毛底深坑樹 這隻黑馬 代表我們的慾望 這裡的齊孫王 也差不多回答孟子 梁慧王下篇第五節 他說 講一件事 好像這個 一個心有兩個律 一個是公義的定律 一個是私欲的定律 寡人有疾 寡人好貨 民王這樣做 我也很佩服 但你叫我做 我就似乎做不到 什麼好貨呢? 貨物 即是財物 即是我有個毛病 我很喜歡錢 我見錢不只眼開 而且眼光 實行王政 要薄施制衆 我恐怕做不到 這個好財貨 這種欲望 孟子亦很聰明 很能夠恩勢利盜 他說不要緊 他說好貨誰不好呢? 好像孔子都說過 所謂富而可求也說 何之事不亦為之 如其不可從不所好 這個富本身是忠性可善可惡 只要是生財已盜 將貨財融在好的地方 他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是不是? 我們不能夠 苛求人士 不能夠唱高調 所以說適者公留好貨 他又舉周代 開國之前的成功的人物 或者開國之前 歷史上的成功領袖 做個例子 適日公留 即是後職的後代 是周代創業的始祖 他亦都對金錢有特殊的興趣 詩雲 有印詩經 詩經的大雅公留篇 描述他的事跡 他說 奶積奶倉 奶果喉糧 於托於浪 詩緝用光 公此詩張 乾戈積陽 原方啟行 他說 糧食非常之多 積滿整個倉林 而且 又有乾糧 包著 裝在浪托樹 浪托也是古代的 製飲的器具 浪托在中間開口 好像現在的旅行袋 兩邊扎著 可以擔在肩膀 又可以放在駱駝 或者馬的背上 浪就比較大些 總之是生物的東西 用來裝乾糧 裝滿了乾糧 裝滿了這個 是糧香 那些人就離開了 詩緝用光 集合了 而且大家都 預備發揚 光大國威 去出征 公此詩張 那些武器 全部都做好了 那些乾戈 那些作戰的武器 就 拿上來 威風淋淋 然後就出發 你看這個公留 率領他國家的群眾 去遠征之時 他都很重視財物 很重視糧響 那些米糧 儲備的 也很多 帶去的也很多 那些武器也很精良 這些全部都是平時的積聚 如果一個人不喜歡那些財物 不懂得積聚的財物 不懂得保存 不懂得保值 那用起來的時候哪有得用呢 所以孟子說 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果糧也 然後可以圓方啟行 就是因為 國家平時的財富 是積聚得很好 那個財政司有辦法 所以呢 居留在原居地 留在家裡的人 就有積在米倉樹的穀樑 可以一段時間 暫時不去生產 從事戰爭 或從事其他事情 都可以沒有生活的危機 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果糧 那些軍隊的糧響 接濟得也很豐富 很充足 古今一里 一隊兵去遠征 不是說能打就行 一定要後面的糧響 公認不絕 如果被人截了糧 就很勇敢的軍隊 都變成怨中之別 所以有時候所謂的補給線太長 就算是一代之雄的帝國 都很頭痛 所以說 居者有積倉 行者有果糧 那些物質條件 很足夠 那個貨財的問題解決了 才能夠浩浩蕩蕩蕩 才能夠枝枝柔柔 有辦有法 這樣 圓方體行 對 你剛才說 寡人有責 寡人好貨 我有些毛病 我很喜歡金錢 很喜歡財貨 不要緊 黃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 我們上兩次 志成兄也提過 起花園的問題 以及玩音樂的問題 最重要是 所謂與百姓同樂 欲望的滿足 是人性的自然 但問題是 王者和百姓 大家共同的愛好 利益是與共 於王何有呢 這件事對你來說 算是甚麼事呢 有甚麼所謂呢 好貨沒有好得夠 最重要是 你推移廣之 知道百姓也需要財貨上的滿足 這樣就夠了 又博通了 那個齊王 然後又說一件事 他說 這件事可以 還有一件事不行 他寡人有侄 寡人好色 他是夠坦白 古今一理 他說我有個毛病 我不單止見錢眼開 我見到那些美麗的女性 我眼前一亮 幾乎連公事都不記得去辦 連朝都不記得去辦 那怎麼搞呢 實行王政 恐怕有困難 那孟子的心介紹 這個人 竟然 經常都賴自己個人的毛病 孟子說 亦不要緊 識者太王 好識 愛缺飛 他咦 到時這個周代 一個成功領袖 這個太王 一隻故宮坦虎 他亦是 很喜愛這個異性 他很疼他的妃子 很疼他的妻妾 詩雲 游引詩經 詩經的大雅 是文的一篇 古宮坦虎 來朝走馬 率西水虎 至於其下 沿夾姜女 率來須遇 他說 古宮坦虎一早就騎著馬 那時候人們沒有跑車開 騎馬 現在人們一早就開車 之類 帶著沿著那個 濱的地方 西面那個河水 一直跟著河邊 走馬 去到旗山之下 還帶著他所愛的太太 姜氏那個女兒 都來這裡 看屋 來找他新居 兩口子 捉個愛巢之類 來到他們那個 住的地方 他說 當這個時候 在他領導之下 能夠內無怨女 愛無擴敷 即是 國內 每個人 都得到婚姻上的適當滿足 有個好好的家庭 才能夠安居樂業 即是等於 記得 幾年前有這樣的新聞 這個 詳細複案比較有困難 但確是有 記得有什麼事 就是 二次大戰之後 西德 是陰性揚衰 這個 男性太少 女人很多 而澳洲 好像剛剛調轉 男性 不知出生率 男性比較多 女性很少 幸好他們 種族也相近 兩個政府 好像有一種協議 默契 彼此在這方面 平均一下 等到 雙方 國內 那些 適齡 及靈結婚的人 都找到適當的對象 這些 其實是莊嚴神聖 而又很重要 一個國家 應該看這個人民 是謀福利 能夠令到所謂 內無怨女 外無抗夫 得到合理的婚姻生活 這個 也是一種所謂 人政王道 黃如好色 亦都不要緊 與百姓同之 與黃何有 最重要是與百姓同之 與百姓同之 與百姓同之 就是領袖 個人種種的欲望 個人種種的情緒 根本不成問題 我們不能夠 苛求這個領袖 做了領袖之後 要超凡入性 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那個就是木頭 不是人 他一樣有種種的 常人所有的需要 以及情緒 最重要是中暑之道 推幾格人 由自己有 由自己有權力地位 能夠容易得到滿足 亦要知道其他人 亦都需要如此 那怎樣安排 每個人的欲望 都得到合理的滿足 而又不與其他人的欲望 是太衝突 這些地方 就是所謂政治 就是人政王道 所以最重要 就是與百姓同之 這個地方 也可以看到 孟子的思想 那種是切近人情 以及切實可行的地方 所謂太上亡情 如下不及情 情之所中正在我背 常人都是有喜怒哀樂的 常人對於這個課才 對於這個異性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哀耗的 那我們不能夠 是好事說 是連根拔起 要那些人 完全沒有這些喜怒哀樂 才做得一個好的領袖 這些不單止是唱高調 簡直是絕調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道理 就是說 情感欲望和道德 不一定是衝突 問題是道德的爭議 就是如何適當地 有理性地 令自己與他人的情欲 都得到合理的滿足 這個道理是清代 我記得招禮堂 招巡的孟子正義 是有很多的發揮 大概是因為那個時候 對於這個 宋明理學家 是某些 過分節制欲望 甚至是 對於人性要求很高的地方 是有一些反響 他的意思就是說 做一個 王者 一個政治領袖 如果自己是很節儉 很能夠克制自己 但是因此 就覺得我都不需要 你的人有什麼理由要需要呢 於是對於天下的飢寒 對於天下的婚姻生活 得不到合理的解決 都莫不關心 他說這些 不是王者之道 這是由孟子的思想 發揮出來的 當然我們不是鼓勵 這個做政治領袖的人 是窮奢極恥 走持玉琳 而是說 如果那個政治領袖 是苦行僧人 他當然是值得可敬 但是因此以為 其他人都可以這麼辛苦 這麼節制 就活下去 恐怕就是不切實際 講到這個地方 想起這個 晚清 有一個很有成績的地方官 叫做薛時宇 薛衛龍 他又很善意做對聯 有一次他寫的對聯 是勉勵自己 和勉勵其他的同事 挺好的 他說 為貞就戒貪 貪利貪 貪名 亦貪 莫無聲華 亡正本 這是上聯 下聯 就說 仰廉 唯劍 劍 劍 劍人 非劍 環蟲 寬寬 寬大 補廉魚 當然這些文言的對聯 我們需要略為解釋一下 否則不知道他會說什麼 他的意思是說 為政之道是罪戒貪 所以 總讀特派 廉政公署 都有他成立的理由 是戒貪 不過我們常人 只以為貪錢 就是叫做貪 貪利就是貪 但是他說不止的 貪名 亦都是貪 為何貪名亦貪呢 為了好大喜功 為了一個好的聲明 為了某些表面的聲光 結果犧牲了人民的實際福利 那些就不好了 所以他說 莫無聲華 不要仰慕 不要過份追求 那些聲音華彩 那些浮明 亡正本 亡卻了為政的根本 就在乎老百姓的實際福利 你猛話 希望國家的名義好 如何如何 叫人民紮緊那套 結果把那些錢 在外面 虛耗地援助 援助那些 不應該援助的 或者是助奏為虐 或者亂地糟蹋 或者做一些 不切實際的建設 之而之類 都是不好的 就是令我們想起 老殘猶記所謂 他的貪官污吏 固然是不好的 其實有時候 清官都不一定是好的 他只知道 冒清年的聲明 結果就是把老百姓做了的犧牲品 這個地方也是很重要 所以他的上聯話 是為政皆貪 貪利貪 貪名亦貪 所以莫無昇華 亡正本 下聯就說 所謂養廉 廉政那個廉 是為劍 即是為政之道 最重要是劍撲 但是劍幾劍 劍人非劍 這個思想可以說 由孟子發展而來 即是自己 折劍自己 當然應該是一種美德 但是因為自己折劍 而克薄他人 這個就是非劍 即是覺得 我從頭到尾 穿一件單薄的衣服 我又行 你這些人有什麼理由 要穿泳衣 我隨便吃這個 六兩四就可以飽了 為什麼你們這些人 又要吃多些 為什麼又要有飯有菜 由於自己可以克薄自己 活下去 結果還要克薄別人 這些老實說 不要說 做國家領袖 做一個公司的老闆 都一定令到那些部下 是離心離得的 劍幾劍 劍人非劍 所以 橫從寬大寶廉魚 最重要是適合人性人情 在那個地方 而保持到廉政的原則 那就最難得了 這裡我覺得可以 和孟子的所謂 好用、好貨、好食 這些是不害其為賢君 最重要的秘訣就是 與百姓同之 推己及人 由於自己的需要 由於自己的種種慾望 就知道 人家亦有同樣的慾望 亦需要有同樣的需要 所以一句俗語 所謂泥水佬 開門口 過得自己過得人 這也是所謂遺政之道 這一點 不知道 志成兄你的看法如何 在這幾輯的討論之中 我們都提到 孟子實在有一種 希望國軍能夠推己及人 不僅不應該自己 個人享受、獨樂 就算了 而且還要推己及人 使到天下人 都能夠承受這種好處 這主要是針對 在其位的人 在其位的人 的確應該很需要 推己及人 這種所謂忠樹之道 另一方面 孟子所說的這些說話 恰好 能夠從我們人性之常 人情之常方面 來立論 顯然在很平凡的問題之中 依然可以看到它突出的地方 例如齊宣王自己認為自己的毛病 是好勇、好科、好識 這三方面 就算齊宣王本身 他都覺得是一種個人的毛病 或者說 推行人證如果不得到效果 我想會是自己喜歡勇、好貨財 以及好女色 是有關係的 但是好勇 孟子就覺得你應該是好大勇 另一方面來說 好貨財 也要注意到天下人一樣是好貨財 與百姓同志 這是最重要的 至於好識也是一樣 轉化成為一種整個百姓的最基本 安穩的婚姻生活 照顧方面去 所以這一點可以說 在領袖統治者來說 都是需要注意的 又如何由一種消極的 或者覺得是毛病的 轉化一種積極的力量 轉化成為一種優點、好處 甚至是人證 這就是孟子相當聰明的地方 總結來說 孟子這番理論 無論他從甚麼角度來看 其實他都是要求 管理政治的人 需要駐到民眾方面去 以民為本 這種角度去出發 所以在盡心下之中 孟子也說了一句很簡單 但也挺重要的說話 孟子說 諸侯之寶三 諸侯最寶貴的東西 有三方面 就是土地、人民、政事 這些仿佛 這些仿佛就像我們現在 所謂國家 之所以成為國家的三個要素一樣 就是所謂土地、人民和主權 所以土地、人民、政事 他認為是諸侯最重要 最應該重視的三方面 一般的諸侯可能 只是重視土地 只是重視政事 就忽略了人民 而他跟著說 補豬肉者 央必及身 你只是顧著貨財 珠寶或者肉器的 你必定有禍央的 所以這些 就是他整個很連貫的思想 我們可以在這裏 都可以看得到 其他方面 或者我們留待下一次 再來討論 河海觀南 由陳志成、陳耀南聯合主持 藝便利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MING PAO CANADA